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傲慢的学生 每次普莱可西经过诺贝斯的座位时 如果不小心碰到了他 诺贝斯都要煞有介事地甩几下自己的袖子 实在是太傲慢了 那个家伙之所以这么傲慢 完全是因为他家里很富有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戴洛西 戴洛西家里不也是很有钱吗 可是戴洛西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诺贝斯总想一个人独坐长凳 他害怕别人弄脏了他的凳子 他瞧不起别人 嘴角总是挂着一丝轻蔑的笑意 如果两个人并排走出教室 恰好那个人一不小心踩了他一脚 那可就不得了了 诺贝斯一准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而且还会威胁对方说 会让他的父亲收拾他 不过当诺贝斯的父亲 听到他的儿子叫别人乞丐的时候 就会狠狠地把他揍一顿 他实在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从来没有人愿意主动和他说话 放学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人愿意和他说声再见 他在学习方面遇到了什么困难 也没有人愿意去帮助他 可以说 诺贝斯没有一个朋友 在他看来 戴洛西和卡龙简直就是他的仇敌 因为戴洛西是我们班学习最棒的 而卡龙则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 不过 戴洛西从来不在意这些 当别人告诉戴洛西 诺贝斯说了有关他的坏话时 戴洛西总是微笑着说 那个家伙 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他实在是不值得我去揍他一顿 有一次 诺贝斯嘲笑可莱蒂的猫皮帽 可莱蒂就对他说 诺贝斯 还是请你认真学习一下戴洛西那样的绅士风度吧 昨天 诺贝斯又跑到老师那里去告状 说卡拉布里亚少年踢了他一脚 于是 老师就把卡拉布里亚少年叫到办公室说 你是故意踢了诺贝斯一脚吗 卡拉布里亚少年说 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老师对诺贝斯说 听到了吗 人家不是故意的 你也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你不要把别人都想得那样坏 诺贝斯仰起头 用傲慢的语气说道 哼 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 老师有些生气了 对诺贝斯说 你的父亲也不会袒护你的 况且 在学校只有老师才有权利判断对错 奖励惩处 随后 老师又和蔼的对他说 诺贝斯 你要好好的改变一下自己 你要尊重你的每一个同学 你看 学校里既有工人的儿子 也有绅士的儿子 既有妇人家的孩子 也有穷人家的孩子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集体之中 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亲兄弟一样 相亲相爱呢 要想叫大家都喜欢你 你就要融入这个大家庭中 所有人都喜欢你 你自己也一定会觉得快乐的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诺贝斯像平时一样 冷冷地回答说 没有 老师 好吧 坐下吧 老师叹了气说 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你竟然是这样一个孩子 大家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不料 坐在最前排的小石匠 扭过他那张小圆脸 对着坐在后面的诺贝斯 做了一个滑稽的鬼脸 逗得全班哄堂大笑 尽管老师批评了小石匠 却也忍不住捂着嘴偷笑起来 甚至连诺贝斯也咧嘴笑了一下 只不过 那笑容多少有些勉强